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美贸易战的当下 很多人大家在想到跟中国做生意的时候 都觉得说有这样那样的困难 其实所有的贸易都是营销是最主要的 所以今天我们就跟陆老师一起来聊一聊营销 那么我们讲的第一个话题就是说 收费的开门模式轻松搞定客户 陆老师谢谢您 好 谢谢丁丁 这个收费的开门模式 其实它有一个重要的宗旨 就是怎么样把一生一次的生意 变成一生一世的生意 把一生一次的生意 变成一生一世的生意 其实我们在这个做企业的人 都有这样的一个困惑 就是很多客户来了 就是一锤子买卖 一笔做完了下一笔钱不知道在哪里 那么其实这是大家的痛点 对 就像你说的 如果做一次生意 一锤子买卖就结束了 这叫关门模式吧 门关起来了 就没有其他的业务 那么我们换一种思维 相反的思维方式思考 如果我们把门打开 说钱能不停不停地进来 就是门打开让钱进来 对吧 第二个 我每次给你提供的服务 或者提供的销售行为 都达成后期的连续的销售行为 那这就叫开门模式 连续的行为 然后把门打开 让钱自己进来 怎么做呢 怎么做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想卖一个设备给你 或者卖一个产品给你 说这个产品值100万美元 你觉得这个 太贵了 太贵了 对吧 那么很多做生意 也是这样想的 就要丁丁女士 把这100万给我 我就把这个货给你 对吧 我就轻松了 钱收到了 保险了 问题是 对啊 你这个收了费的人轻松了 但是买的货的人 他就不轻松 第一 他会担心几个问题 第一 你的货 给了我以后 后面的质量能不能保障 对 你还要去 万一出了质量问题怎么办 对 对吧 就第一 第二个问题 让人一下子拿出100万美元 是不是很辛苦 对 不管哪个企业 其实都是蛮大一笔的 那怎么办呢 很多企业没办法去 呆狂啊 寄钱啊 这种商业模式 大家会发现 给客户带来了很大的 心理上和财务上的压力 客户心情一不好 然后以后再不跟你做了 对了 那怎么办呢 能不能 我们让客户在交易的时候 建定他的这个合作门槛 让他很轻松的 就买了我们的产品 又不给他 带了很大的压力 有没有这种方法 这个方法听着很好 但是对这个就是 制造这个产品的商家来讲不好 因为什么 我给你的东西 我没办法把钱收回来 那我要垫这么多钱给你 怎么办呢 那这就是后面 他有个连续的模式嘛 我们假设第一步 我把我的产品 卖给你 我分期 分期来收几个款 对吧 你就是分期付款嘛 但是你已经成本付出去了 那这样 我可以把我的产品 比如说 我抵押给银行 我从银行借钱 不 我把我的产品 抵押给银行 银行带出钱来给我 对吧 我就可以把设备 卖给你 卖给你 才有分期付款 比如说 五年你付清 你每个月付一次 然后我在用你付的钱 再还给银行 对啊 我在哪里付的钱 我来还给银行就行了 你看这不是就是连续的模式吗 对 那么我在我 服务你五年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你可能还有很多新的需求 对 我就不停地达成这个交易 这个生意 对吧 你可能原来想跟你做一百万生意 现在做成一百五十万的生意 因为我一直跟你有互动嘛 完了以后 我也了解你的需求 你也认识我 熟了就有其他生意 而且我没有一次收你那么多钱 你也不生气 对啊 所以你就可以做朋友了 而且后面有什么问题 你可以随时找我 因为我的钱没收回了 我一定会用心服务的 我跟你提供的产品质量 一定是最好的 对吧 因为我尽量想减少 这个你对我的麻烦 或者我麻烦你嘛 对不对 所以这种模式呢 对于你对我来说 都非常的轻松 那这样是不是容易 达成这个生意 那这里跟大家提一个 提一个这个一个问题啊 比如说 我们在中国 很有名的两个明星 演电影的 一个叫陈佩斯 笑心 演那个笑心 演那个就是 演那个这个 很多这个小品 演得很好的 陈佩斯 那么第二个呢 叫什么呢 叫冯小刚 他叫冯小刚 演电影 电影导演 演员 那大家想 他从演艺水平来 水平来讲 那你们觉得是 冯小刚高呢 还是陈佩斯高呢 陈佩斯肯定是 比他演得好 对 你看我们这代人 都非常喜欢陈佩斯 陈佩斯很厉害 对吧 是 他演得真好 但是你知道吗 陈佩斯一年 才挣200万人民币 但是冯小刚 挣2000万人民币 哇 差距这么大 还有一个叫赵本商 我知道 孝心 挣了两个亿 那你觉得赵本商的 这个演艺水平 是比冯小刚高十倍吗 那冯小刚的演艺水平 比陈佩斯高十倍吗 未必 显然不是这样子 应该讲 他们三个人的水平 都叫半斤八两 对不对 个人喜欢自己 有人喜欢陈佩斯 有人喜欢赵本商 也喜欢冯小刚 对不对 那现在问题来了 为什么他们挣的钱 差那么大 这就是我们讲 他的收费模式不同 那收费模式 有什么不同呢 你比如说 陈佩斯是这样子的 他演话剧 自己导演 自己演员 自己投资制片 就为了省钱 他可能是为了省钱 但有的时候 可能想 他有的时候 不是 你不一定为了省钱 他只是说 他习惯了这种模式 他是一场一场 话就去演 因为他的手就收门票 我们就冲起来 我们算一下 就他一年 假设 每周都演一次 你就演五十次 一年演五十场 对吧 每一场给你 比如说 比如说你挣 五万块钱 两百五十万 一年就两百五十万 对 对吧 对 那 他都累死了 对呀 他很累很辛苦 真的呀 他这样连累死了 所以陈梅思 有一次我看了电视采访他的时候 他开的什么车 开的捷达车 当然开捷达嘛 说当然也没有什么多大问题 但是大家知道 中国的像他那种演艺水平的明星 应该开更好的车 对吧 那我在美国人 当然他不讲究这个东西 说这个 因为我们看大教授 开了个捷达 桑桑那 就我们都很正常 但是在中国这个角不正常 就文化不一样嘛 对不对 那好 陈梅思说 你们都认为我是装穷 我真的没钱 对吧 我真的没钱 我相信 我真相信他没钱 他说我家还住在那天通院 就是北京一个小区 不是什么高档的 对吧 所以他很辛苦 那么第二个呢 叫冯小刚 冯小刚 他叫冯小刚 如果演演话剧 他像陈梅思一样的辛苦 最多中国多了第二个陈梅思 而且他演的不如陈梅思 对他肯定演不过陈梅思 他长得又很丑对吧 对 陈梅思一丑 陈梅思丑得可爱 对 冯小刚丑得 让人讨厌 这个不是那么可爱 对 那么陈梅思呢 他怎么办 他想 那我做演员 肯定这辈子赚不了多少钱 那怎么办呢 做这个投资 做制片 但他没那么多钱 他就在想 那我写剧本 编剧 他就想漫天 编剧 你说在中国大编剧 有谁挣到钱的呢 中国古代的编剧 叫关汉清 一些戏剧的 觉得他也没挣到钱 他说 这个就像 在做编剧里挣到钱 就是莎士比亚 在莎士比亚 那很早 对吧 说做编剧呢 但他还是要财 对吧 这个我觉得 他的话声道也不高 也很辛苦 拿你挣到钱 那怎么办呢 做制片 他也没有投资 相反而言 做做导演 那做导演 中国有四大导演 叫简称F4 知道的导演是什么 冯小刚 张艺谋 对 陈凯歌 陈凯歌 对 还有一个年轻人 姜文 对 那这四个 他们以前 他们怎么收费 就导演是叫一个收费 对吧 说我跟你拍一个片子 给我300万 或者500万 那早期只有几十万 后来就涨到 比如说涨到500万 那陈凯歌都那么干的 陈凯歌 前后二十年 大约拍成功了六部电影 每部电影 500万 加上六部成功电影 就三十年 二三十年 才干了三千万收入 对不对 冯小刚 他是这样 他说 我不那么收费 因为这样收费 大家想想 投资者 他压力很大 就是你拍的电影 好不好 这家伙 我卖出去 卖多少 你都不管 你就收了500万 对吧 对 我投资你要赚钱 不是说我钱给你就收掉了 对 对吧 那丁丁比如说 你思考一个问题 就是 你去做了一顿饭 客人喜不喜欢 对吧 饭能不能卖出去 跟你居然没有任何关系 你拿了厨师费 你觉得合适吗 听起来轻松 但是问题是我拿了这个钱 我心里不安 对 所以他就说了 那好 冯小刚这样说 我跟你导演 不需要给我导演费 我把我不用给 那时候投资者很高兴 制片很高兴 是不是 那他怎么赚钱呢 他说那这样 你拍的电影卖的时候 你不是要发行吗 卖的时候 我只收你整个销售收入的5% 那这样一看 降低了 跟这个制作方 投资方 建立交易门槛 很久达成了 对 那你就说你卖不出去 你这么挠钱 那而且你为了把东西 你挣到钱 你要想挠到钱 必须把东西派得好 当然我得得实际推销 对不对 所以那好 他就开始拍这部电影 最早拍的是甲方乙方 后来拍了一部电影叫 这个 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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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敏感 这个他拍的叫 叫这个 不是天下无贼 是这个叫唐长大地震 这部电影一下卖了 这个卖了7.5个亿 7.5个亿的票房 他收5% 你看就3000多万 他用半年时间 挣了陈凯歌 30年6部电影的总收入 更重要的是 大家知道这个电影 在电影又放完了以后 那么这个电影 要放在中国的互联网平台上 比如说假设放在我们 钉钉电视台 对吧 有人就开始下载 一下载是不是 交一块钱两块钱 那你大家不要看 一块钱两块钱 他人数多 一上来几千万 上亿人下载 那大家想 他每天下载 每天下载 分晓刚才是不是 他睡着的时候 都有人给他钱 因为他仍然收5% 是不是就开门模式 真是聪明 难怪他赚了这么多钱 非常有生意头脑 对啊 所以你看这种模式多好 您这么一讲 用这个实力一讲 把这开门模式 我觉得讲的 就真的非常清楚了 但是你知道为什么 这开门模式这么好 很多人的脑子开不了呢 他就是没听你们 钉钉电视台的课程 大家都听我讲课 可能就 对 都听一下 吴老师 我觉得真的就明白了 其实这是一个 就是开门模式里的 一个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 就是把各方资源 放在一起了 然后又可以去 分期付款 然后呢 这个后面 就像你说的 躺着都可以赚钱 对啊 你比如说 这个 有一个学生 他卖的空调 比如说我们这个 我们电视台 这个 这个 路线 这个 摄像听得很好 我们真需要 这个空调 再开一下 对吧 那么灯照着我们 我们觉得还不是很热 什么叫空调 对吧 那你想要给你 装这个空调 对吧 要把这个中央 集中空调装好 一下可能 50万美元 对吧 50万美元 可以在美国 某些地方 可以买一栋房子的 对吧 在某些地方 真是两栋房子都有可能 对吧 那你这个房子 据说比较贵 买不了这个 只能买这个 很小的一小部分 但是在 比如尼亚那州 可能买一个 一栋房子 对不对 你看 投资50万美元 可以移民的 叫什么 1B5 对不对 对 那你突然这样 你一下掏了这么多钱 那所有的房东 都会有压力 那好 那我们中国就有一个企业 创造一种方式 突然空调 我免费给你安装 免费安装 免费安装 我空调就给 就送到你家来 空调也免费 安装费也免费 都免了 那么我按照面积 每年收钱 收空调费 我等于收你的这个温度 我给你带来这个温度的钱 对对对 你很聪明 你看人家 这时候卖的 不是空调的设备 他说我卖的是一个 感受 一个让你感受到 很满意的温度 我给你卖的是温度 那这怎么收费呢 那就按面积说 按面积 比如说我100平方的房子 那你要 对啊 比如说一平米 一年多少钱 你看我们中国 它是这样 不光是供暖 还是空调 它都是这样 收费有标准的 他说我收15年以后 我就不收了 这个就归你了 空调就归你了 但实际上也不能用了 可能 就换新了 还能用 但能用 你又跟他又买一个 又可能买了我一套 又买了我一套 那你要付钱就付钱 不付钱 我可以再用这种模式 接着收 你看对于我来说 我是一个设备商 本来买一套设备给你 可能14级50万 但是我这样 收了15年 我可能收了100万 但对于你也好 对于我也好 那这个 你看这种模式 叫开门模式 打开门钱 永远不都能进来 所以有的时候 看起来是免费的 实际上呢 你反而就是 你收到了更多 就比如说那个 美国是打印机 我觉得最简 最那个典型的例子 打印机 这个机器是非常便宜的 但你买墨水 真的很贵 而且你常年都在买墨水 对啊 你看你觉得例子很好 你比如说这个 这个打印机 对 对吧 我这打印机 可以很低的价格 或者免费送给你 但是你是不是 原不都能买我的纸啊 对 没看 对 买纸买这个墨水 买纸买墨盒 对吧 对 所以这个就 就永远挣你的钱 而且他你知道吗 每个型号 只能配那个型号的墨水 你配别的型号还不行 对对对 所以的话 你各家厂商 你只能买它的墨水 对吧 你看呢 这个男人就能挂糊刀 对吧 你看你买激烈的 激烈的这个 挂糊刀架 刀片特别好 他是这样 他说你买我的刀架很便宜 但你要每次经常买 你要用我的刀片嘛 对吧 你不停地用 不停地用 不停地用 我这个很吓人 你永远要消费下去了 对了 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模式非常好 所以今天我们就讲的 这个是 首先讲的是开门 收费开门的模式 轻松地搞定客户 对 那么陆老师呢 这个有一个短片 让大家来知道说 陆老师到底是谁 那么我在这个 前不久呢 刚去北京 也在陆老师那边呢 做了一场讲座 我觉得非常有幸 每次跟陆老师 这个聊天呢 都收获非常好的 这些营销方面的智慧 对企业的发展 真的非常有帮助 也希望呢 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短片 感谢您 他的营销理论 比他名字更想亮 他是众多成功企业的幕后导师 他用二十年 构建了中国营销的理论体系 他领导的赞博管理咨询集团 服务过上千个品牌 成为中国营销咨询领域的标杆 他用实践告诉我们 没有哪一个品牌 强大到无法被挑战 没有哪一个企业 弱小到无法去竞争 他被认为当代中国 最具影响力的营销专家 陆长泉